南非最近有一個有趣的研究 就是他們從死亡的人做解剖 發現大概有南非 大概有一半至少五十Percent 以上的是有新冠肺炎 但是當時死亡沒有報 因為別的原因會得到 那這個就是說 其實每個國家的檢驗出來的 就是剛才我要Follow 趙大哥那個 就是說他可能去住院 可是他已經快要接近生命的終點 結果因為你驗嘛 你醫護人員感染了 他才被匡列 他也被匡列 一感染之後 他也變成COVID-19 所以這一類COVID-19 當然一劑傳染病第五十條 如果你還是用一類二類的法定傳染病 就是要嚴格的 就是火化 一定要指定火化廠那些 就是我們過去在談的 那所以這一類的事情 我認為殯葬場經過這兩年 我認為他不太可能 今天隨意處理這個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老實講 這幾年殯葬場 因為他經過這樣的一個 這個訓練之後 其實老實講 只要是COVID-19火化的一定是中央已經有開座COVID-19 這個確診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數字會有問題 只是現在在收集這個數字來源 到底是來源是從哪裡來的 不知道 那你一定要讓我看他的來源 是不是跟這個臺北市新北市 每個縣市來源一定要加在一起 我才能夠判斷說這個東西有沒有 切診數字有沒有跟這個對上來 但我不認為殯葬業者會隨意處理 因為這個是傳染病第五十條 只要指揮中心存在了一天 他就一定要依據一二類傳染病去活化 所以這一點大家如果真的要講清楚 所以我剛才才一直講 我們要check一個數字 是比這個數字更重要 我們要去看我們現在的每一個年齡層 他的他的這個死亡 因為一千兆死亡 這就很麻煩 過去疫情大家控制很好的時候 死亡很少 因為每一期的同期死亡 要跟新冠肺炎之前的二零一九年做比較 如果比他高 那就是表示亮起了兩個紅燈 一個就是說你的重重症增加 第二個就是你的能量不足 這些人可能他幾個月或者幾年之後 他才會他才會走掉的 可是因為你的能量不足 沒照顧好他 就是趙大哥講的那一類 那這個就是我一直在講的 這個所謂的WHO一直在呼籲 不要因為Omegon這次病毒 讓你原來這些人 不應該找走的人卻找走的 生命誠可貴 就是這樣 好吧這個黃宣醫師是講的 他說不要輕敵 他認為Omicron沒什麼了不起 死亡很低 他說不會 他說死亡率比這個Delta高近兩倍 為什麼 他意思說 他說只要Omicron來了 你的國家死亡數就會增加 他說因為他的太強太多太廣 那雖然你說重症率只有0.3% 很低 但是一旦演變成重症 死亡率就開始上升成30或40% 他意思是說如果都是輕症 或是跟一般人比沒症狀 當然死亡率不高 但是一旦變成重症以後 變成重症 重症的死亡率就很高了 他意思是這樣 所以不要小看他了 那另外這個新冠死亡率 兩週內占了53% 所以大家擔心說比去年同期是高的 2019 比前年同期 2019年 就是沒有新冠疫病情以前 那另外說一定要希望能夠讓年紀大的人 減少他的死亡 那另外除了這個死亡 大家比較關心 所以南部好像比較少 但是也有醫生估計說 中南部很快會超過北北基 因為原來是北北基 那台灣因為一日生活圈 是來來去去 現在就算來來往往的人 跟以前比起少 但是還是會往南部走